鲜豆糕是我锅传统小吃 在传承中融合了不同地域的特色 成为了网红美食爆款 大家好,我是研究所的西塔 今天做的就是芋泥奶酪鲜豆糕 将玉米油、细砂糖、鸡蛋倒入碗中 彻底搅拌均匀 将低筋面粉和玉米淀粉用筷子搅拌成絮状 再揉成团,静止30分钟 马苏里拉奶酪提前时温回软 将紫薯芋头削皮切片 放入蒸笼均匀铺开,蒸20分钟 出锅取出放在大碗中 趁热用工具把芋泥和紫薯压成泥 加入炼乳,搅拌均匀 分成35克一个搓圆备用 将以回软的马苏里拉奶酪用手捏成团 用紫薯芋泥线包入奶酪,搓圆备用 将高皮面团分成約23克一个 取一个面团压扁,包入一颗内馅 稍稍整形成正方体 放入不粘锅中,小火慢慢加热 直到每一面都烤到焦黄即可 鲜豆糕吃的就是内馅本身 不同口味不同口感 芋泥奶酪,香甜海拉丝 传统美食不可丢弃,创新美食不可间断 这就是我们研究所一直想做的中国美食文化 我们下期再见 2 感谢观看